平洞县无党籍议员周成文斌 107年九合一选举时 被控涉嫌与真信实信装缴 以每票2000元价码向选民卖票 经平洞地方法院审理 去年10月一审判决当选无效 1月10号平洞地院在意违反选霸法 交付贿赂罪 判决平洞县议员周成文斌 有期徒刑4年 尺度公权6年 身为这个议员的候选人 那主导了本件的犯行 那案件经过查获后 周成文斌先生 仍然就实口否论 有交付贿赂的行为 那并且横着相关的犯罪的 动机目的以及情节等等 那依法量除有期徒4年 那并且预知此度公权6年 对于评论地院判决 记者试着联络周成文斌本人 电话一直没有接听 您的电话将选接到语音信箱 周成文斌因违反选霸法第99条第一项 交付贿赂罪 依法应停止他的议员职权 本案仍可上诉 上诉后若改判无罪 还可以在任期届满前赴职 原始新闻霸浪 屏龙市场报道